猎王记下 第四章 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子 哀求以丽莎说 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 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 现在债主来 要抓我的两个孩子 做他的奴仆 以丽莎对她说 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 告诉我 你家里有什么呢 她说 悲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 什么也没有 以丽莎说 你到外面去 向你所有的邻居借空器皿 要尽量多借 然后回去 把你和你儿子关在家里 你要把油倒在所有器皿里面 装满了的就放在一边 于是妇人离开了她 把自己和儿子关在门内 她的儿子不住地把器皿拿到她面前 她就把油倒进去 器皿都倒满了的时候 她对儿子说 再拿一个器皿给我 她对她说 再没有器皿了 油就止住了 她去告诉神人 神人说 你去把油卖掉 还清你的债务 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 有一天 以丽莎经过书念的时候 那里有一位贵妇坚持留她吃饭 于是以后每逢她从那里经过 她走进去吃饭 那妇人对她的丈夫说 你看 我知道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 是个圣洁的神人 让我们盖一间有墙的小阁 为她在里面摆设 睡床 桌子 椅子 和灯盏 她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就可以到那里休息 有一天 以丽莎来到那里 就上小阁休息 在那里躺下 她对她的仆人基哈西说 你去叫这书念的妇人来 于是 她叫了她来 站在她的面前 她对她的仆人说 你对她说 看啊 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思 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 你有事要我替你像王或军长说的吗 她说 我住在自己的人民中间 于是她说 我到底可以为她做些什么呢 基哈西说 她没有儿子 而她的丈夫又老了 于是 以丽莎对她说 再叫她来 她就再去叫了她来 她就站在门口 以丽莎说 明年这个时分 时候到了 你必怀抱一个儿子 她说 神人啊 不要欺哄你的悲女 这妇人果然怀了孕 到明年这个时分 时候到了 她就生了一个儿子 正如以丽莎对她所说的 孩子渐渐长大 有一天 她出来到收割的人中 找她的父亲 她对她的父亲说 我的头啊 我的头啊 她的父亲对仆人说 把她抱到她母亲那里 于是 仆人把她抱着 送到她母亲那里 孩子坐在她母亲的双膝上 到中午就死了 她把孩子抱上小格 放在神人的床上 她把她关在里面 就出去了 她呼唤她的丈夫说 请你派一个仆人 和一头驴子给我 我要赶到神人那里 立刻就回来 她说 为什么你要在今天 去见她呢 今天既不是月朔 也不是安息日 她说 一切都平安 于是 她把驴套上鞍 对她的仆人说 你来赶驴子走吧 除非我告诉你 否则 不要因为我慢下来 于是 她启程 去到加密山 神人那里 神人从远处 看见她的时候 就对她的仆人 鸡哈西说 看啊 书念的妇人在那边呢 现在 你跑去迎接她 对她说 你平安吗 你的丈夫平安吗 你的儿子平安吗 她说 都平安 她来到山上 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鸡哈西上前 要推开她 但神人说 由她吧 因为她的心灵 很痛苦 耶和华隐瞒我 没有告诉我 她说 我有向我主 求过儿子吗 我不是说过 不要欺哄我的吗 神人对鸡哈西说 你竖上腰 手里拿着 我的手杖前去 不论遇见的是谁 都不要向她问安 若是有人向你问安 你也不要回答她 只要去把我的手杖 放在孩子的脸上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和你的性命起誓 我绝不会离开你 神人只好起身 随她而去 鸡哈西在他们前面去了 把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 可是没有声音 也没有反应 于是她回来迎着 以丽莎告诉她说 那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书念妇人的家 看见孩子已经死了 躺在她的床上 于是她进去 把自己和孩子二人 关在门内 然后向耶和华祷告 她又上床 扶在孩子身上 是自己的口 对着孩子的口 自己的眼 对着孩子的眼 自己的手 放在孩子的手上 她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 就渐渐温暖起来 然后她下来 在房内来回走了一趟 再上去 扶在孩子身上 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跟着就张开了眼睛 神人呼唤基哈西说 你去叫那书念的妇人来 他就去叫她 她来到她那里 她就说 把你的儿子抱起来 于是她进去 在她的脚前下拜 俯伏在地上 然后把儿子抱起来 出去了 以丽莎又回到吉甲 那地正发生饥荒 先知的门徒坐在她面前 她对她的仆人说 把大锅放在火上 给先知的门徒们 煮点东西吃 有一个人到田野那里去 采摘野菜 她找到一颗野瓜藤 就摘下藤上的野瓜 装满了她的衣服 她回来把瓜切了 放入煮东西的锅中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后来他们到处来给众人吃 他们在吃锅里的东西的时候 都惨叫起来 说神人哪 锅中有致死的毒物 他们就不能吃了 她说 拿些面给我 她把面放在锅中 说 倒出来给众人吃吧 锅里就没有毒了 有一个人 从巴丽莎丽莎来 她带给神人 二十个用出熟大麦做的饼 还有心碎子 以丽莎说 把这些给众人吃吧 她的仆人说 我怎能把这一些食物 摆在一百个人面前呢 神人说 给众人吃吧 因为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要吃 而且还有剩下的 于是 仆人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都吃 而且还有剩下的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